我是基隆市暖江国小蔡延宏老师 今年带这班小朋友已经是最后一年 过了寒假他们就要毕业了 也因为那个人生的规划可能即将要退休 那我很想再给自己跟孩子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在他们这个六年的小学生活当中 第一年参加杂粮学堂的时候呢 在辅导工作上有一些瓶颈 再加上呢自己小的时候外婆有种过东西 看到有杂粮学堂这个讯息 我就去参加研习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我们基隆雨这么多 所以第一年在种植的时候呢 有遇到一些困难 看到别人的长得那么好 那我们的呢长得不好 但是呢小朋友呢亲自的到田里面工作 有点下雨他们也会自己带着伞 因为我们在寒江后面的农地是小小一块 那小朋友第一年收成的时候 虽然小小一块卖田 但是他们就要非常的开心 小朋友没有办法看到一大片的卖田 在基隆是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那趁着这个毕业旅行 想说他们种第三年 也可以这样看到一大片卖田那种喜悦 一开始延红老师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直接跟他说你需要什么跟我讲 我全力支持 因为当自己辛苦种的植物热腾腾的端上桌后 还会不懂得去珍惜吗 这个道理其实跟小孩子讲一百遍 他都不会听进去 但是当小孩子亲自去操作去体验之后 他永远都会记住 那因为他们现在六年级 我想说再加入一点点的职业探学 那所以呢 我就想说带他们去附近的咖啡厅 让小朋友能做饼干 甚至呢 我在小学期的研究会 我们学了做饼干的技巧 小朋友做饼干来卖这样子 就是说让小朋友能体会说 我们对土地友善 这样子也是对我们自己友善 孩子们不仅身体健康了 也知道说食安的重要性 了解说这个友善土地 其实就是友善我们自己 那未来呢 能够理解农夫 不是说那么简单 只是靠体力而已 在我们做饼干的过程 还有参观面粉的过程 我是希望小朋友 能够有更大的眼界 体会到对各行各业不同的人 能够有所尊重 有看过那张农友 然后看过喜愿一些影片 看整个面粉厂的制粉的过程 让小朋友亲自到这里来 有DIY的经验 从课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呢 也不知道说未来 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入他们的印象之中 因为我们有中手中过之后 再到麦田里面 看到麦田的壮光的感觉的话 我相信小朋友 未来这个印象一定是更深刻的 我自己也觉得是为自己圆了一个梦想 毕业旅行的规划当中 其实也是不断的挑战自我 看到小朋友这样在麦田里面奔跑 我真的是好开心喔 因为我们在基隆 想要